Hello 大家 春天一到心情真的特别好 女生们都换成了清透元气感的妆容 看起来这个小脸紧致烹弹又温柔 外加一双桃花眼 哇 简直太好看了 很多风脸女生对这类妆容是很爱 但是怎么都换不出来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再来一起造这个 让风脸女生一秒又有上语感的 元气桃花眼妆容 平时我们护肤做到位 保持健康的饮食作息 皮肤无论是紧致感还是光泽感 都不太会是太低的分数 所以粉底液薄薄一层就够了 就让元气感来自于皮肤本身 那我就直接上一些修容 然后来打造一些那种 春天阳光撒在皮肤上的阴影感 因为整体的妆都会比较偏淡 所以修容的话 我就是轻轻扫一层棕色着眉高 去剪淡一下眉毛的颜色 眼尾靠眼线略略拉出来 然后上扬一些 我是用定妆喷雾喷湿刷头 然后沾棕色的眼影画的 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个比较柔和的过度 而且我先画这一步 也是为了后面眼影的这个位置 会更方便找 明度低的桃色 在上眼皮做大面积的平铺 然后用深棕色的眼影 贴近肌毛根部的位置 叠加在上眼尾 但是这个高度不要低于眼线 因为等一下用到这个粉色 在我的肤色上不怎么显色 而且我眼周的话 也会有一些暗沉 所以我会先用一个浅色的眼影 把这个颜色先给它遮盖掉 上眼皮前面这个部分和下眼尾 用粉色来增加桃花眼的氛围感 让下眼前自然一点 就会再沾去这个颜色 叠加在粉色的上面 平时我是不怎么画卧蚕的 但是搭配这个眼妆 我觉得一个卧蚕会比较适合 所以在下面再用这个粉色画一笔 最后用比较自然的高光来体量 眼线的话呢 我会画在前三分之一和后三分之一 加上眼尾延长的这一段 这样子会把眼型拉得更长 睫毛夹的时候给它向后夹 也会辅助拉长我们的眼型 然后夹翘之后眼线的空隙 给它补一下 这个粉色还是比较容易 有浮起来的感觉 所以为了把它给压下去一点 睫毛膏我就选择了黑色的 然后我再用一个神器 稍微的点缀一下 眼妆就可以先到一段落了 面部的紧致感上来 那口红跟腮红 你会发现就算有很嫩的颜色 也完全不会违和 主要是这支透明的唇釉 因为我想让整个的妆容 尽量大家注意力 集中在眼睛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完整的妆面了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要帮我收藏点赞 anyways hope you guys loved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bye by bwd6